灣區偵探帶你融入灣區生活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那些影片了 想了解更多的流盤資訊 可以連結我們影片下方的 WhatsApp連接 查詢發展商內部優惠價 我們希望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 都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以後可以支持我們 Hello 大家好 我是Dinny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 參觀一下一個新款 就是我們看到的 焦中夷州雲挺虎 他是位於中心火國區法區的 一個中心位置 他的一個地段 配套和溝通 究竟如何呢 現在我們就進去演奏的一個 壽納部 從事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了 現在我們就 歡迎大家介紹一下 我樓市的一個區位是怎樣的 的選擇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碰幕 焦中雲挺虎 就位於火國區法區的 就是這個火國區法區的一個 匯整西路培景這裡 那首先可以看到他的一個地段 是處於火國區法區的一個中心位置來的 首先這裡有一個火區 就是匯整中心在這裡 是一個大型的一個匯整中心來的 那而且他這附近 也有那些 通路街道附近這裡 有那些銀行機構 政府機構 全部都是集中火國區法區 匯整中心的附近的 他說我們雲挺虎這個項目 都是處處於火國區法區最中心 最重點的一個位置 那首先我們見到溝通的一個問題 那在我們樓盤這邊出發 大概三分鐘的時間 可以去到中山拱碼頭的 就在這個位置 那中山拱碼頭的話 現在就有時 可以去到深圳的福影碼頭 就在這個位置 還有太子的一個 太子溫郵輪母港 那中山拱碼頭 還有香港局際機場 全部都可以去到的 而且這些紅線 現在全部都開空的了 那這個是很順目的一個線路 那其實這個呢 我們紅木這裡 都有公交車鎮的 你說到時候 深中通路通過車之後呢 我們都可以 在這裡鎖車 去到深中通路那邊都OK 那我們紅木的話 就比較靠近 捉深中通路的一個 第一出入口 就是這個尼寸出口了 項目過到尼寸出口的話 大概就是四公里的一個路程 這樣 然後在尼寸出口這裡 直直上馬翁島 到深中通道 過去深中通道 過去深圳那邊 大概就是 三十分鐘的一個時間就可以了 那 除了這個呢 在我們項目這邊 出發 去到中山陣 是一個輕軌陣 現在都是一個高鐵陣來的了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坐輕軌 可以深十分鐘的時間 去到廣州的一個廣州南陣 或者去到三十分鐘的時間 都可以去到珠海的一個珠海陣 或者去到長龍 到家裡沒有問題的 那 除了這個呢 在未來的話 它終身都規劃 選一條 乘軌二號線 就是這一條 以後的話 會經過這個火炬陣的 那火炬陣 距離我們項目的話 也是兩三分鐘的一個車船者 所以說 它未來的一個溝通 都會比較方便些 而且 它現有的一個溝通 都有這個 碼頭 海線的一個線路 還有有公交在這裡 而且 在我們項目附近這裡 這裡呢 都有一個 快速公交線的 這條線路的話 是可以直接去到 中山的一個市街 石崎 東區 西區 都可以去到的 所以它現有的一個溝通 還有未來的一個溝通 都是非常可觀 那現在呢 我們就看回它周邊的一個配套方面 那 在我們項目附近 多數人的話 會比較關注我們的配套方面 那可以看到 在我們項目這邊 在這邊 有一個 雀眼衛博爾 雀眼衛博爾學校 是沈一級的一個學校來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還有 第五小學 越嬰學校 還有 在這邊 這邊呢 還有一個火具一宗 都是沈一級的一個學校 上面這裡 火具中心小學 沈一級的 火具區第一幼稚園 也是沈一級的學校來的 所以在樓盤周邊的話 有很多那些 是沈一級的一個學校 教育配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了 那平時的一個生活配統呢 最齊全的一個地方就是 我們 世紀廣場 和太陽城廣場 聲耀廣場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太陽城中心 那在這裡的話 裡面有那些 麥當勞 啊 瓜城市啊 KTV啊 電影影啊 親廳啊 全部都集中了這些 在這裡 它是一個非常 非常大型的一個商業體來的 所以你平時的一個 衣食住行的話 在這裡 全部都可以 滿足到 逆重的一個生活所需啦 那除了它的這些 生活所需之外呢 空幕 這裡還有一個 德能湖公園 在這裡 是一個 有一個休行公園的 它陣地就有兩房子 裡面還有一個 敏紅的一個打卡點 是叫 荷花池的 很多人都會去這裡打卡 還有這裡有一個 火具的一個局際中心 在這裡 那這些呢 就 大約是 項目的一個 區位和 溝通配套方面 那現在呢 我們去看看項目的一個 花款是怎樣 好啊 那現在呢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成一個 一個空幕的開幕 那這個就是 它的一個沙盆來的 空幕的話 就這麼大 那它空幕的一個 陣地呢 它就有 135毫地 那其中呢 就有 15棟那些用房 深棟那些複色 還有15棟那些 那些敵水來的 那現在我們所在的一個 壞事呢 就是這裡 這裡就是 垃圾部 它是一個文化藝術中心來的 以後的話 都可以交給政府 做一個公用配套 那首先 講回我們 我們樓盆的一個方向 在我們樓盆的一個 南邊 這裡是南邊 下面這裡是北邊 左邊叫 右邊叫 它是西邊 左邊叫 這邊是東邊 那在我們 南邊這裏 就是剛才我們 港島的一個 一個 德能戶公園 是 一個德能戶公園 它整地兩塊墓 有一個網紅打卡點 就是一個 浦巴池 那在我們 西邊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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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 是一個會展中心來的 鵝鵝都有共島 是一個非常大型的 一個會展中心 那在東邊這裏呢 就是鵝鵝我們所說到的一個 大型的一個中業中心 就是太陽城中圈來的 所以 我們鵝鵝去到這邊的話 也都是 三分鐘的一個時間 那 總分鵝鵝鵝 鵝鵝鵝 除了十五棟那些用孔之外 整一個項目 它壞壞的話 是不好傷口的 它全部是壞起來的 合圍式 那 項目 它自身帶有的一個 綠化卵呢 有百分之深受 而且可以看到 它這裏 是有一個 一千平坡米的一個遊影池來的 那 項目的每一棟 建築 它的話 一樓 都全部都是做一些 架空層的 就做一些 健身室 用一些 環境遮施 給月珠去使用 這樣 而且的話 整個小區來說的話 它都是一個 智能化的 怎樣是智能化呢 不如說 你現在在小區的一個入口 這裏 入來 是要人面失別的 小區的一個入口 是要人面失別 那人面失別的話 你失別了你之後呢 你走到你所在的那一棟 它電梯的話 它會提前陸 去到一樓 去等你的 那除了這些呢 整個小區 都有那些金控 分佈在那裏 比如說你的小朋友 在小區玩 不知道跑去到哪裏 你去問月果 找他 去調那些金控 看到 去查看你小朋友 究竟在哪一個位置 而且整個小區的一個 錄法風格 都是以新聞為主題的一個 錄法設計 有那些熱鍋 熱鍋 跑道 還有那些 觀景用的那些水池 等等這些程度都有的 那小區 成一個通路 來講的話 現在買的就是這兩棟 五棟和六棟 這兩棟 五棟六棟 那它都是兩棟四棟的 米間有87平方米 就在臨邊那裏 臨邊那裏 兩個壺形 是87平方米的 那中間這個壺形呢 是117平方米的 然後燈邊位的話 它就是大面積 127平方米的一個壺形 那因為浩門的話 現在在應酬間還未去賠 所以價錢暫時是未知 不過二屆的一個價錢 可能在一萬八這樣 大中收的 那浩門的話 現在都起得七七八八了 所以明年的一個八月份 這樣就可以收樓 17號這樣就可以開盤的了 那它的小區的一個規模 我們就看到這裏 等一下會帶大家去看看 它的一個用品 當然是怎樣 好了 現在呢 我們所在的一個壺字 就是樓盤的一個 其中一個入口 那這個呢 就是它入戶的一個弟童 那進入戶的話 可以看到它一小部分的那些燕林景觀 那些建築的話 全部都封了頂的了 現在是正在內部的一個中收 那可以看到還有一些工人在施工 正在那些綠化的 因為現在工程的話還未完成 所以我們只能夠看到一小部分的那些燕林景觀 那樓盤來說它的一個質素是比較高的 因為它由兩個實力強大的一個許法商去許法的 一個就是我們眾所周知的一個招商社口集團去打造 那招商社口呢 它是招商局集團旗下的一個公司來的 那招商局的話 它的一個歷史就非常之久的了 它重辦以1872年在勇武運動時期就已經重辦 而且它是一個雍企集團來的 在雍企排名中它是排名第一 而且集團的一個淨利潤在雍企集團中 它都是第一名來的 旗下有32家上市公司來的 所以我們都可以發覺它的一個實力是非常之強大 而且作為雍企來說 它都是世界五百強的一個企業 還有一個公司呢 它就是宜洲集團 而周集團在1994年就已經成立以下門的了 而且都在香港那邊上市 2009年11月在香港上市 股票號碼的話是01628 這個大家都可以出得到的 而且它都是中國房地產前五十名的一個企業 所以整個樓盤它的一個質素會這麼好 很多都是因為有這兩個實力強大的一個許可想連手去打造 那看回來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小區的一部分現林景觀 而且雖然說 整個項目的話 暗開盤 不過的話明年八月份就可以交流 所以它說是非常之快的了 那它的一個用品筋呢 就是這裡的 現在呢 我們就帶大家 進去侵觀一下它的一個用品筋 看看它的一個護形 是怎樣 封不封,究竟封不封正 實不實用 這個呢 就是作為它以後的一個入戶大統 每一棟都是這樣的 好了,現在呢 我們就到了它用品筋的一個壞字了 所在的是它的一個十樓來的 那現在我們要參觀的這個護形是117平封麥 做到四縫兩聽兩懷 那入門的話 這裡是做一個系統的一個設計 上邊這裡是儲物櫃去放些東西 下邊這裡就作為一個放系統的一個系統設計 每一間護形都有的 入到來看到的是它的一個客廳和親廳連在一起的 那旁邊的話就是廚房一字形的 在廚房旁邊這裡遇留了一個蝕櫃的一個位置 那廚房的話 它心建套是包含的 就是這個造台 抽油英機消毒櫃 是廚房的一個心建套 因為它是大精裝溝樓 所以溝樓之後呢 這些心用東西全部都有的 而且上面這裏都做了一些儲物櫃 到時溝樓之後這些儲物櫃都是做好 交給主去使用的 下面這裏就是它的一個消毒櫃 入到來的話 這個看到的就是它水槽的一個位置 它的一個沖水的這個頭 它拉出來 設計就比較細緻些 比較人性化些 而且這個廚房的話 它旁邊那裏還有一個生活路櫃 它放一個洗衣機在這裏 它的擦頭和擦皮 這些都設計就好在那裏了 出來我們看到的就是它親廳和客廳 它是一個雲廳來的 連在一起的 進深的話就有6.5米 虛筋的話是有4.5米的 年廳的一個設計 它看起來是比較舒適的 而且的話實用看起來都比較大 和它的一個通風取公國風面的話 都比較舒適的 外邊這裏就是它的一個露鎚 露鎚的面積是震上一半的 這個露鎚都非常之大 和它的一個晉身一樣 都有6米的一個晉身的 長度 寬的話就有1米幾 看出去的一個景觀 都沒有什麼遮擋的 而且它的露鎚這邊的話 它的一個朝向是朝臨向的 臨不通透的一個護形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客廳 現在去看看它的一個縫巾是怎樣的 因為它117是可以做到四縫 實用率都非常之高 這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間房子 是它的一個主用房子 房子一張1米8 和兩個長度櫃 在旁邊這裏 它的一個設計都比較精細 在兩邊這裏設計了那些魚櫃 進到最入面就是它的套廁 到時交流這些洗手台和馬桶 這些全部都設計好 有迷的了 在競後邊的話 它都做了一個儲物櫃 這樣去封一些東西 外面這裏是它的主用房子 有一個飄沖 保證它的一個通風取光 而且飄沖那裏的話 它的一個面積都是贈送的 在主用房子旁邊這裏 這裏是一間客房子 免織的話大概有11瓶這樣 都是剛剛好夠用的 這一間圍形就沒有飄沖 不過都有那些窗在這裏 保證它的一個通風取光 和它的一個舒適度 而且的話 在這裏都可以設置一個衣櫃 剛剛好夠用了 客廳看起來就非常之舒服 這裏都是它一間客房子 和鵝精坦的那間客房子 它的一個大小是差不多 都有10瓶到11瓶這樣 房子一個衣櫃都是鵝好 這個會形的話 它就做了一個飄沖 都是陣上的一個面積 現在看到的就是 它的一個公用洗手巾 它是公室回來的 洗手腿的話就在外面這裏 馬桶和沖用房的話就在裏面這裏 沖用房裏面還有一個飄沖的 最後面的話就是我們的一個書房 書房的一個面積都非常之大 做到一間客房都完全沒有問題的 如果不用這麼多房的話 都可以設計為一個BB房 或者那些工作室都可以的 這個就是我們參觀的一個117瓶封咪 四房兩廳兩位的一個燈位 實用是非常之高的 好了 那今天呢 我們就參觀了 昭雄宜州的雲鼎庫這個熊龍 那一個熊龍館的一個地段 來講的話都是很不錯的 因為在那個區隔區的一個 東芯圍節 而且又是很深層的通道 但是溝通方面來講的話 現在就已經正式建立了 不用說去等它以後的一個 溝通和配套成熟了之後 才可以擁有這些配套 不用的了 現在的教育配套又有 溝通配套又有 生活配套全部都有的 而且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項目 它這些的話 就已經全部建好 看到所有的東西都已經封了頂的了 就等明年八月份收樓的了 現在的話 它就在做一些旅行景 還有一些爐 而且整一個項目來說的話 它的一個戶型的話 都比較實用的 80多瓶封咪做到新房 而且主用房的話 都有那些套廁 117瓶封咪的話 它又可以做到四房 而且每間房都很實用 還有很風靜 所以這個樓盤來說的話 無論你說用來投資 都好 因為現在才一萬幾 兩萬元的一個關卡 以後的話 肯定還有很大的一個生殖空間 用來自己住的話 這樣的一個環境 溝通配套又成熟 戶型又實用 所以用來投資自己住的話 都是OK 沒問題的 那今天的話 這個項目呢 我們就參觀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